同样有关选举新闻要来看的是 县长林聪贤昨天成立了西南竞选总部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还有党内同志出席站台力挺 蔡英文和林聪贤共同盖下幸福宜兰平安台湾的选票 请相亲全力支持林聪贤连任 迈向连任之路 林聪贤喊出让台湾赢在宜兰口号 林聪贤说时间已经证明过去宜兰人所做的决定 到后来都成为台湾人的选择 他强调去年面临食安问题 县府立即提出宜兰县健康饮食权自治条例 就是最好的证明 看到食安接二年三的时候 完全复得来倡议饮食健康权 为什么 没有食品的安全 大家要怎么健康 不然健康要怎么安全 大家说对不对 各位 从来没有东西党学 也没有东西党学 各位官民来给我看你说好不好 各位官民老闆给我看你说好不好 对不对 让我看 在一月之后 我们请所有少年朋友 所有我们所有关心宜兰 共享发展的朋友 我们在这一回 才会是到 当节来用双评 则记录 当节用双评 来压出 我们宜兰隔壇 可以变成台湾隔壇 的这个成果 大家说好不好 蔡英文主席则是肯定 宜兰人有高度智慧与民主自觉 让绿色执政品牌在宜兰发扬光大 他更呼吁选民全力支持民进党 所推出的候选人 达成乡镇市长过半 辅会全面执政的目标 我们的官长 非常的气质心 要把我们优质的绿色执政 能够深化到 我们的乡镇市的执政 这是民进党 最具气质心的所在 也希望每一个乡镇市 都能够享受到 我们的绿色执政 大家说好不好 我们还要拚一项台词 就是议员 这次议员 有统统三十四岁 不过我们的官长 决定要高额提名 来让议会可以过半 让我们彻底的完全执政 大家说好 阿嬷 蔡英文和林聪贤也分别 用小树盆栽代表选票印章 盖在幸福宜兰与平安台湾的选票上 象征投票就像种树一样 会深深影响后代子孙 借此呼吁乡亲集中选票 让林聪贤高票连任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 本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赖福宜兰